好同样再新建一个 好说到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在起名字的时候 是不是习惯上前面加上序号了 我加这个序号的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说我避免我在02的时候 直接写list.py 那大家可能有一个习惯 包括之后在做项目的时候 也有一个习惯 我们现在说 比如说后面在做项目的时候 要学的是tornetal吧 对我来说的话 跟我的话会学一个tornetal 那之前的同学可能就习惯 先写一个tornetal的代码 就直接叫tornetal.py 但是说我们去使用tornetal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tornetal 要导入这个包啊 对吧 那你想你直接把你叫tornetal.py 你跟你的包是不是重名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你的文件名不要跟你的一些包名去重合 这是有一点的 然后abc的话 我也给他加了一区号 是因为确实有abc这个模块 确实有abc这个模块 你不要认为写了abc就能够 也能够通行无组 abc也是有有模块的问题的 而且是好像是一个标准的模块 然后我们往下走 因为之前去确实遇到过这个坑 我没有去之前没有使过abc 然后之前在上课的时候 忘了知道讲到哪 好像讲到一个包的封装 然后手一哆嗦直接起个abc 我一个abc没有了 结果就出现bug问题了 找了半天 最后发现只能有可能是名字的问题 然后把名字改了之后就好了 就回头一查发现真的标准 当中有一个abc 所以我把这个坑告诉大家 你不要以为abc就是一个随便的名字 然后往下走 我们开始进行测算 我们现在需要导入tame tame一下 然后我们要测算一下 对于列表来说 我们在去构造的时候 是不是有几种可能 对于列表来说 列表构造的时候 比如说list1有一个列表 1 2 然后list2有一个列表 3 2 3 4 然后我现在对一个新的列表 是不是可以采用上面两个列表的 相加操作来产生一个新的列表 对吧 就是加操作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使用列表生成器 可以使用列表生成器吧 也就是for 比如说这是i for i in range 比如说够到10个的 10个可能太小了 1万 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直接把range拿到的 这个1万给它直接转换成列表了 这也可以吧 Python2当中这个range跟Python3当中的range有什么区别啊 Python2当中的range返回的直接是一个列表对象吧 Python3当中呢 返回的是一个可迭代的对象吧 然后那在Python2当中如果想使用说返回的一个可迭代的对象应该是哪个 xrange吧 好 那再往后走 除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还有一个是直接一个空列表 通常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吧 不断的往列表当中去签成值 对吧 之后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方式啊 把i 会往里面列表当中去签加 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方式 对于列表构造 我们现在给大家举出四种方式 第一个是加操作 第二个是列表生成器 第三个是把可迭代对象直接转化成列表 第四个是往空列表当中去追加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测试 第一个 我们先定义一个函数 task1 然后里面有一个空列表 在空列表当中去往里面填充值 现在填充要执行一万次 这是第一个函数 然后第二个 我们来测一下 加的 加的操作 还是一个空列表 这时候怎么操作呢 for in range 还是一万 然后呢 我们为了使用加的话 就应该是 例 加上一个空列表 可以这样去写吧 这代表两个列表参加吧 对吧 啊 加号是不是也可以省略写 加等于 对吧 再往后走 test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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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我们测试测试谁呢 测试的是 呃 测试的表参程器 例 等于 i 包 in range 都是一万次 再往后测算 应该是直接转换 然后 要执行的三句话 有了 我们紧接着 要来去对它进行构造一个测算的time 类了 time 1 它应该是time meat当中的 我们直接在这导入 让 下面 导入 time 里 time 去构造 它所接收的第一个参数 应该是执行的语句 应该就是 test 1 对吧 但是你这时候需要注意点的 需要注意点的问题是什么 看了吗 它是一个字符串 不能直接传一个函数名啊 不能直接把函数传进来 你要传的是执行函数的时候 你那个代码 把它放到字符串当中 因为它在测算的时候 它在去执行的时候 并不是在你的当前的这个轮件当中去执行的 并不是在你的当前的这个轮件当中去执行的 执行起来 只需要它那个运行环境当中 是不是得存在我test1这个函数啊 才能掉起来吧 那我需要让它在去执行的时候 那我需要让它在去执行的时候能够运行起来 我当前02 list.py这个模块叫谁 名字是谁 是02吗 如果作为启动文件的话 当前的名字变为谁了 刚刚name吧 刚刚name吧 所以需要从刚刚name当中 你去导入import test1 导入这个函数 然后别的回用管 然后紧接着话 构造了这样的一个测算器之后 我们就应该让它运算起来 timer1.timate 然后我们要让它测算多少次呢 可以测算1000次 然后看一下 测算1000次之后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返回值的 timate 测算之后是有一个返回值的 它返回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段代码执行 到底要花费多长时间 单位是秒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打印出来 可以直接给它打印出来 第一个代表的是加的操作 它要花费多长时间 百分号 呃不需要了 百分号 直接加上 它是要花费多少秒 然后紧接着相同的 我们再去测算另外三个 再测算第二个 没赶着这话 是不是又困了 我在写的代码 谁来讲段子 我再写的代码 代码是相同的 看一下 123代码是相同的 所以我在这写着 然后跟你们说 那个今天不是那个4月1 然后是那个谁 张国荣吗 然后刚才一想起张国荣 忽然间想起那个谁了 想起Michael Jackson了 然后之前美国的纪录片显示 Michael Jackson死了之后 在他的屋子里面 坐摄像头 然后发现Michael Jackson灵魂了 这是真的 不耽误我写 不耽误我写 我是不是老吓过你 美国不有一个 那个叫探索时代 那个东西吗 探索时代要比国内的 那个什么探索发现 要客观的多了 而走进科学 央视的走进科学太假了 是这样的 你们可以去查 你们如果不相信灵魂的话 你们可以去查 之前有一个新闻报道过 就是说有一个医生 他专门做手术的 然后他就为了测算 他就为了说 测试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然后呢 然后他就在每次做手术之前 都在那个手术台上面的 照明灯上面去放一个东西 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你想那个照明灯 不是很大吗 对吧 放在上面没有人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 然后他所救的病人 基本都是冰死状态的 就从生死线上给拉过来的 然后他就带病人醒过来之后 去问 去问 问这个病人 说你有什么感受 然后病人就说了 说我当时的 当时的感觉就相当于是 我感觉我是飘在上风的 就是我看着你们 再给我做手术 然后当你做好了之后 我就被拽回去了 然后人家说 你到底说的是真是假的 他说那我在手术 无影灯上面放的东西 是什么 你看到了吗 他说我看到了 是什么东西 然后经过几次 发现都是真的 这是有新闻报道的 而且确实是真的 这回精神了没 还没呢 好好好 我代码写完了 我代码写完了 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说要测算一下 这三种构造方式 它的时间快换问题 然后后三种的构造 跟上面都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构造一个timers 第一个接收 是我执行的时候代码 把函数谈起来 第二个参数代表的是 我需要在执行test2的时候 需要导包的 上面都是一样的 然后执行完了 我打印一下它的时间 第一个test1代表的是 通过opend往里面一个一个去追加 把opend的 第二个代表的是 执行的加操作 第三个是列表双程器 第四个代表的是 直接使用类似的转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时间到底是多少 好吧 我之前在使用 那个pyson2的时候 就这样写的 那我们给它改掉 直接p1 把test全部改掉 应该是32行到42行 s test 改成t 直接改成t就可以了 全了 还有辣的吗 没有辣的 执行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时间 看一下 使用加的话 是一点几秒 使用opend的往里追加的是二点几秒 我看一下我们形成的最终都是要形成 0到99998 形成这样规模的 你再看 直接把这个可接待对象转换成list 只要0.4秒 列表生成器呢 只要0.6几秒 对吧 那你这时候先不管 opend的这个方式啊 加可能大家会通常用得到 但是你现在发现 加的效率是不是挺低的呀 对吧 那所以之后 建议大家 少用加号 那么如果不用加号的话 用什么东西呢 我们直接加号不是也是里面去使用呃往两个列表里面去融合吧 连列表里面扩充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加一个t5 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叫做力等于一个空列表 好然后放i in range 然后这是一千吧 一万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点extend的呀 这样有点像吗 它接着的是一个列表吧 可以给它放进去吧 好 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 我再测算一下t5 群里又在聊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extend它的快慢问题 extend 然后重新运行一下 OK 一个扇子不怎么明定敢骂的 颠覆经典理论了 更加 加跟extend的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啊 加跟extend的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 加的操作的话 它首先是 你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例 我们刚才写的实际上 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吧 例子等于例子加上 右面这个东西 对吧 那它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对于例跟这个右边的这个列表 它不去管 它去形成一个新的列表 然后把两个东西拿进来 拿进来之后的话 把这个list去转向新的列表 也就是说在去执行的时候 list列表虽然是空的吧 然后后面加上一个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吧 加上一个1对吧 那它所做的工作 实际上是要有一个新的列表 这新的列表 先把第一个元素当中的东西拿回来 现在空没有 再把第二个列表当中的东西 补充进来 放到1 这时候实际上这个计算结果 list加它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列表 直接把list导向新的列表了 而extend它的区别就在于 list还是一个空列表 然后我现在要给它扩充的是1 那好 我list列表对象实际上是不变的 然后给它补充一个东西 给它添加过来 再对比之下 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在空间上面是有消耗的 opend只能添加一个元素 extend的话 把整个列表的所有元素 连加过去 它的区别在这 extend跟opend的区别 opend是不是只能接收单个的元素 extend是必须接收列表 或者是可便利的对象 对吧 它把可迭代的对象当中的所有元素 全部追加进去 好 那这是关于构造的 那构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你去少用加号 加号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再除了这个东西 我们来验证一下 刚才说了 是不是对于列表当中有添加元素 有opend跟insert 对吧 来看一下 opend跟insert 我们定义一个 还是直接把这个拿过来 12345 我们定一个t6 然后上面为了呃 先给它注视掉 我说算了 定一个t6 现在是有一个空列表 我们使用和pend的方式 append 和pend的方式相当于是在哪归加 列表的尾部吧 好 再看 我们现在呢 定一个第七个测试 第七个测试 我们使用insert的方式 insert的方式的话 我们不去指定的话 它是往哪插 我们给它往对头加 可不可以 往列表头 0代表的是始终是往第一个元素上面去追加吧 opend是指中对尾 所以这时候看一下啊 一个是始终从对尾追加 一个是始终从列表头做追加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到底有没有区别 你认为有区别吗 你认为谁快 你认为往头部添加快还是往尾部添加快 口部是吧 好碰的 二百万 七 眼色的空灵 你们是不是要打赌啊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啊 看一下 直接运行一下 看到底谁快 尾部二点几秒 再看一下音色的道线代表还没执行完呢 看一下啊 音色的往头部上去追加 往连上追加 看它到底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是不是还没执行完呢 这时候已经插下了吧 也就是说你在往例子当中去添加元素的时候 opend的话往列表的尾部添加 是要比往头部添加要快的多的 那这个东西到底看一下八个多长时间 三十秒吧 那到底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在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在呢 是因为这个列表使用的数据存储方式所决定的 是使用的数据的存储方式来决定的 先保留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啊 先保留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们在讲引入数据结构之后 你立马就会知道了 为什么往对头添加要比往对尾添加要慢的多 先保留这样的疑问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尽管大家在去学列表或者是字典 这样的数据类型的时候没有去管过它里面的append 的音色的这样方法的效率问题 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效率了 也就是说这是python已经给我们预定好的一套算法 那既然是算法 它就有相应的这样的成效问题 所以需要大家去关注的 那现在想了 刚才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去举例的是 insert跟append的呀 那在客战当中 同样是有在对头弹出一个元素 跟对尾弹出一个元素 你看是不是也有相应的区别呀 从头部往外取元素 pop0就是从pop0 从对就列表头部取出 是不是也要比尾部取出要慢的多呀 好 然后我们往下去说了 这两个部分 list的类型跟字典类型 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不能算作基本数据类型的 只是说这是python给我们封装好的 对于计算机所能使用的这样的基本类型 实际上是不包括list的跟dick的 能包括哪些呢 它只能包括最简单的字符 整形 符点形 这样的基本类型 那你想了 list的跟dick的 实际上是不是已经是那些基本类型的一个集合了 已经是一个容器了吧 它既然是一个容器 它就不是一个基本的类型了 所以它相当于是python给我们封装好了的一种东西 里面就会有决定了 这时候来看一下 这两个 这两张图 大家是需要有印象的 你要知道 它一个 对应每一个操作 它的时间复杂度到底是多少 好 谢谢 嗯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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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